无祖佛师 光明无量 普照射方 决慎诸佛 慎于日月之民 千万一倍 右面这一张 右张 右张是第七张 这一张里头有两月 第十三 光明无量 下面这一页 第十四页 粗光暗落 那我们先看 第十三页 前面交代 千万一倍 以上 这个经文 是第十三页 光明无量 若有众生 以下这第十四页 粗光暗落 第十三 于第十五 寿命无量 月 静音称为 是 法身月 以其 是法身 陈旧也 珍节 里面 以此而愿 为 珍宝身 之德 又为 此光 寿 无量 而愿 为 方便 法身 大悲 之本 我们 我们往下看 盖无量 寿 则 书清 三集 佛身 常住 众身 有一眼 无量 光 狠边 是方 得用 周边 泄花 无尽 故意 大悲 方便 之本 报身 之 时 得 我们就念到此地 第十三跟第十五 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都是善道大司将的 五种真实院里面的念中 金音苏说得好 光明无量 是法身 为什么 一期 是法身 成就 光明 就是法身 照 一切处 一切识 没有他找不到的 他是 一切法的 本体 一切法 不能离开他 这个体 无法形容 古人呢 现在有科学技术 这些东西就放在我们 面前 电视的屏幕 电脑的屏幕 我们把它打开 看到什么 一片光明 再按他的 信号 三项出现了 这一片光明 就好比是长级光 按上频道 就是能生万法 万法 是假的 生灭法 常常生灭 光明是真的 光明不生不灭 光明的生灭 我们看不到 其实它也是生灭 我们把它比作长级光 长级光真的不生不灭 我们电视屏幕的 这个光 还是生灭法 但是不容易看出来 那个 色相容易看出来 生灭跟不生灭 活活在一起 我们凡夫没有能力分 谁能分 觉悟的人能分 觉悟的人能分 知道是假的 不受它干扰 凡夫不知道这是假的 受它干扰 你看他笑 你也笑 他哭 你也哭 你就受它干扰了 你就受它影响了 受干扰受影响就错了 那么佛教我们修行 就在这个境界里头 从假象认识到本体 它有个不生不灭的本体 那是什么 心 在那里 六根门头 愣言经上 诗尊 对波斯逆亡的开始 那一段经文 就讲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很难讲 说明什么 我们身上 是生灭想 但是里面有个不生灭的 东西 那是真的 佛教的比喻 你的眼见 见 这个功能是真的 为什么 它不生不灭 佛教的例子 问波斯尼王 你第一次看到很火 十几岁 他说他三岁 母亲带着他 去拜这个 飞神 经过很火 第一次看到 那佛教用这个作品 但是你这个 十年 那你十三岁 看这个很火 恒火变化了 相变了 你能见那个剑 有没有差别 波斯逆亡 没有差别 我能见 那么再 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到你现在 现在的年龄 六十二岁 你看 恒火这个剑 有没有良样 没有良样 外面境界 外面境界不一样了 年龄都有变化 能变化是假的 不变是真的 所以 你这个身体 是假的 你能见 能听 能闻 能修 能长 这六根的根性 是真的 为什么 它不是外界影响 我们年龄大了 眼睛不管是用 看到外头眼花 看不清楚了 那是什么 那叫根 不是心 根出来问题 怎么戴个眼睛 不就清楚了吗 这不是心的问题 心没问题 根 它也随着年龄 产生变化 波斯逆亡 听懂的 听懂的很欢喜了 原来我是 我不生不灭 我的身体又生灭 我的六根根性 不生不灭 生灭的会坏 不生不灭的不会坏 就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看 也能见 耳能听 笔能修 学能长 身能处 义能知 这个六根的根性 就是真性 就是本性 如果要不被染污 真正放下 妄想分别之者 这六根的根性的能量 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无量想好 它并没有失去 只是眼前有障碍 障碍就是烦恼吸气 烦恼吸气是 对于真相不明了 所产生的 不明了就是迷惑 迷惑就是没有智慧 从这产生 那么由于这个迷惑 他就造业 业 有染尽 有善污 完全修尽业 连离一切人物 好 这就是菩萨 二尘 如果 有了染污了 染污里头有善污 清净里头没有善污 染污里有善污 善 六道六三善头 污 就造成六道六三善火道 所以六道从哪来的 六道从染污来的 谁染污来 易染污了 第六 一世染污了 莫纳染污了 莫纳是染污的根 染污的背面 它影响第六一世造业了 所以莫纳叫染污 第七十 它染污 它的本身是什么 四大烦恼常享水 一根是四大烦恼变现出来的 第一个 污 职责用骨 用五 就用我爱 我爱是他 我慢 我慢是称 我吃 吃是预吃 三度烦恼 二 还有个怀疑 怀疑是什么 怀疑是 预吃的根 那我们修行要抓根 根找到从根上下手 来得快 有效 不怀疑 你骗我 骗我也不怀疑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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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